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在半年前 熟理主席阿兹明卷入了性短片之后 蓝眼再度爆出的一个最新的丑闻的遗云 这也是安华第三次卷入 同样是同性性侵的指控 这则新闻是昨晚由26岁的受害者Yusof自己所揭露 而且他开了一个很神秘的记者会 告诉大家性侵的经过 他就念出自己在两个星期前 就是11月19号立下的法定声明 详细又入股地阐述了如何遭到安华性侵 这里就不展开说明了 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 那么相信很多人第一个感觉 就是怎么又是这回事 同性的性行为 为何又是安华呢 而发布的时间让人家有许多的政治联想 跟政治阴谋的想法 首先距离蓝眼星期六的大会还有两天 那么这个时候爆发的性侵事件 气氛是显得非常的诡异 而第二呢 就是性侵的讯息 是在安华和阿兹敏昨晚达治和解之后 确保大会不会闹双胞胎之后发生的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呢 先来了解一下 尤梭夫是谁呢 他是一顾槟城消协主席伊德里斯的孙子 他是在一个不明地点召开记者会 那就发布了这一份法定的声明 他就申诉说 安华的政治秘书呢 法哈斯在今年5月16号的时候呢 在雪州的巴达林在野的安华办公室 殴打他 而他报警之后呢 到了现在呢 是毫无下文的 那他被殴打呢 是因为去年10月的时候呢 他就反抗安华 那他说安华呢 在去年的10月2号性侵他 当天呢 是波德森补选竞选期的第四天 面对指控的安华今天就很快跳出来成绩 不到24小时 他说没有这回事这是毫无根据的污蔑 那么我不晓得说这些指控是否存在 因为这必须交给警方调查 当局应该相信会有所行动的 那么撇开性侵的真假 这个事情背后有浓浓的政治阴谋的看法 跟观点不管安华是否有涉及这些同性性行为 或者是性侵 民众对他的印象几乎已经是定型了 认定他有那一种行为或者嗜好的人 就度信他有龙羊癖好 那么自己反对者呢 早就认定说安华 很早之前20多年前就已经是遭到政治不坏 当时是马哈迪的指控 那么陷害他的阴谋不曾间断过 最早的是Azizan 那么后来是塞夫 如今则是Yusof 还有另外一批则是不理任何事情的人 他们觉得说这个是安华的事实 你只要能够办事有能力的话就行了 但是在保守的马来社会里面 这个Yusof的性侵案呢 还是有他的杀伤力的指示 不过没有像过去两次这么强大以及震撼 安华的文告就有指出说 他已经指示了他的基要秘书报警 他的代表律师呢兰卡巴呢 也会向尤索夫发出律师信 他说呢所谓的性侵的案发日期呢 就是波德森的补选期间 他说他当时候呢正在忙于竞选 还有其他的活动 以及到吉隆坡出席甘地名诞150周年的活动 他说就连尤索夫的家人呢 也在批评尤索夫的这个作为 他在党大会两天前呢 才抛出了这个指控 显然呢是在呃就是损毁了他的这个名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安华会受到什么样程度的这个冲击 民众会相信他吗 其实相信的人就会相信 不相信的人自然就不会相信 其实讲的等于没有讲 但是性情呢 而且是难难性情 在马来社会内的反弹是很大的 显然安华面对这种丑闻 他已经有过去20年的经验 他已经有了这种免疫的能力 但是杀伤力还是存在的 安华就有指出说呢 龌龊政治呢 就是大马政坛的一个常态 他自己呢 其实早在几个月之前呢 就已经听闻了尤索夫的事情 他就认为说这不是新鲜事 他说呢 有人意图影响贿赂等等 这是最糟糕的一个政治 需要有更大的议程跟勇气呢 就是卖钱一步 那尤索夫呢 曾经担任安华办公室的研究员 可是今年初的时候呢 就在纪律问题的指控下 遭到了开除 所以接下来问题来了 要问一下蓝主编哦 其实你认为说呢 安华的任相之路 是否会因为这个指控 受到了影响呢 会越来越辛苦 而且挑战越来越多 首先呢 是日子的拖延 从两年到三年 现在可能会更长 那么接着就是这种性侵安的 安华可以 以及他已经展开了危机处理 缩小影响的范围 但是有两个关键点 会改变民众对安华的看法 第一呢 就是性侵的有利证据是否存在 比如说短片啊 照片啊 或者其他能够一棒打死安华的讯息 否则呢 安华已经习惯这种乱棍乱打的招数了 那么第二呢 就是有影响力和公信力 人的这一些共振有没有 目前呢 是没有 就连尤索夫的家人都出来跟尤索夫 划清界限 那么背后的阴谋论的说法呢 就会越来越强 因为尤索夫呢 他是来自受人尊重的家庭 他的家庭成员当中呢 很多都是社育人士 都受到民众 特别是社育圈子的尊重 所以如果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出现的话呢 那么安华相信 他的这个免疫能力 能够应对这一场的危机 如果两个当中有一个出现的话呢 那么安华头就很大了 那如果有更多的后续发展的话 主编点新闻呢 会持续带你一起来关注 现在呢 回来呢 我们就换个焦点来关注一下 有人说呢 在这个公务员里面呢 有暗示力 不过部长说 目前没有证据 关于有人说啊 公务员的体系里面呢 有暗示力 你自己本身怎么看呢 那我们接下来呢 在主编点新闻呢 带你进一步的了解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近期呢 确实有部分的这个新闻领袖啊 就频频呢 屡次的抛出说 政府内部有暗示力 这样的一个论调 那掌管呢 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呢 刘伟强就表示说 尽管呢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呢 公务员有恶心 但是呢 他们会持续 还有密切的监视 他就认为说呢 公务员呢 其实没有违背 政府的意愿 过去提到最多暗示力 就是deep state的 是行动党的领袖 尤其是秘书长 财政部长林冠英 他在一个月前 就是11月初的时候 在柔佛举行的行动党大会上 就揭露说 这一股暗示力 公然违抗首相和部长们的指令 而且他们渗透到公务员体系内 破坏西蒙政府的政策 还有行政 那么接着火箭的领袖呢 都使用deep state 来形容那些不合作 搞破坏 或者干预政府行政的体制内人士 那么其实呢 最早提出deep state的并不是林冠英 而是外交部长塞福定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是西蒙的秘书长 西蒙的大内总管 他是在今年4月接受当今大马访问的时候 以罗马规约面对反弹的例子 首次使用了这个deep state字眼 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 接着他在7月又重复同样的论调 过后呢 他在新加坡出席一场论坛的时候呢 也同样使用了deep state这个词 所以真正挑起这个课题呢 是来自公正党的塞福定 但是他在蓝眼内的党性不强 虽然他是比较倾向于阿志敏 但是由于他色彩不浓 属于比较中立的领袖 但他是100%的马哈迪人嘛 回来看一下刘伟强的说法 他就说呢 基本上目前呢 没有迹象显示 公务员呢 是不忠于政府 因为他们无时无刻呢 都遵守法律权力的 效忠元首国家 还有政府 他就表示说 为了消除啊 公众呢 对于公务员的一个不良的观感 那政府呢 是会持续监督呢 这一些官员的举止 他说虽然呢 这个政权呢 是更换了 可是公务员呢 还是必须要持续履行 他们的职责 其实比公务员 对公务员感官不好的情况 更严重的呢 就是这股 被视为存在的deep state暗示力 但是该如何去诠释 这股暗示力呢 那么根据一般的认知呢 就是他们是属于政府内的一批精英人士 而且迁入体制内很深 很长的时间都在政府的体制内 他们比每五年换一次的部长时间还要长 他们就通过体制内的力量来掌控政府 而最糟糕的情况呢 就是他们不是民选的 没有受到选民的这一个制衡 而且是制度以及法律赋予 他们在体制内有活动的空间跟自由度 刘伟强呢 其实就坦诚说啊 政府呢 确实是知道民众呢 对于公务员呢 是有一些不良观感的印象的 他说这种呢 负面的印象呢 是难以抓磨 那我们呢 是没有办法阅读别人的思维 但是为了消除这些印象呢 政府确实是需要时常监视 监督这些公务员 包括对付他们 他就说呢 虽然目前呢 是没有任何的数据啊 凸显说公务员呢 是不效忠政府的 但是呢 截至今年的六月 政府呢 已经对付了一些违规的公务员 那这些公务员呢 有些是涉滩 有些呢 是滥权 或者呢 是在社交媒体上呢 分享一些假新闻 性骚扰 或者是在未货批准下呢 出国或者是矿工 那首相敦马去年呢 就声称说 公务员当中啊 确实还有一些是 破坏政府的文化 Deep State 在大马的情况呢 可以被诠释为说 一群很有影响力的 马来精英 他们未必是巫统的党员 可以是 也可以不是 但是他们在马来社群里面 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比如 他们可以来自王室 贵族 以及成功的马来企业家 而这群精英呢 在政府和国家内 有某一些利益 那么过去六十多年当中呢 他们从国政掌权期间 获益 他们不想自己的利益 因为新政府上台 而受到影响 甚至被削弱 所以他们的利益呢 已经高度渗透到政府的体系内 未必与任何政党 比如说跟巫统有关联 那么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可能刚刚好与某个政党有关联 但不全然是 该相关政党的利益 这群马来精英当中呢 很多人都认为 马来西亚应该是 马来人的土地 总结来说 Deep State 它是存在的 它是一群马来精英 有庞大的利益 关系呢 是错综复杂 但未必跟政党有关系 继续留守在 让你每次收听 都有收获的City Plus 下等会来 带你关注其他的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 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国阵呢 就狂胜了这个 单容比爱的补选嘛 那国民和谐 Morfa Ad National的 这个合作的宪章 似乎现在啊 是渐渐视为 在野党制胜 还有呢 狙击民心的 一个方程式了 那乌卿团长呢 阿斯拉夫就认为说 这个宪章呢 是重现 马来西亚辉煌的方式 所以他认为说呢 不应该局限于 乌统还有一党 他就创意 乌统的领导层 需要尽快的制度化 这个合作的宪章 同时呢 纳入到国阵的 这个马华 还有国大党 还有国阵之勇 好 那么我就有一种感觉啊 这种国民和谐 Morfa Ad National 将会是取代 Barisan National国阵 就像当年 1969年大选之后呢 Brikatan就是联盟 被Barisan National 取代的情况一样 虽然时代背景 不是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政局的发展呢 有很多的共同点 跟相似点 联盟在1969年大选 蒙受重挫之后 失去槟城 以及吉兰丹州政权 那么雪兰儿 以及霹雳呢 则出现5050的情况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敦拉扎就拉拢民政党 组成了扩大的团结政府 联盟 从此就走入了历史 国阵成为新的执政党联盟 那么去年509大选之后呢 国阵丢失政权 从最辉煌的13个政党 演变成三个政党 就是联盟初期的三个政党 就剩下 巫统 马华 还有国大党 那么如今 Mufakad National 将是Barisan National 的新生命 MN 这个新的发展路线 跟它的方向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那阿斯拉夫呢 在今天上午呢 在吉隆坡举行的 乌青团大会上 发表政策演讲的时候 他就指出 西蒙政府呢 执政无能 那恢复呢 大马昔日的 这个辉煌的方式呢 就是为人民提供 国民和谐的 一个合作的方程式 他就表示 穆斯林团结大集会呢 就集合了两大 马来伊斯兰的政党 那随后呢 就衍生了 9月14号签署的 国民和谐的 这一个宪章 那这样的一个 合作概念呢 他认为 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就强调 乌伊合作呢 不曾排斥 其他的族群 那他认为说呢 这个所谓的 国民和谐 更不是只是 专属于特定的 一些政党 那么乌统 跟伊党合作呢 不是要建立在 马来人 或者是伊斯兰 主导的政府 而是 国民和谐呢 其实也应该要 概括其他的 这一些族群跟人士 而且国民和谐的 现在里面 其实非常的技巧 显示出说 他没有特别强调 马来人跟土著的 这个权益 OK 那另外呢 我们就看到说呢 阿斯拉夫就有提醒啊 他说 这个国民和谐的旅程呢 才刚刚起步 肯定呢 就是经济在道 但是重要的是呢 他认为必须要能够 跨过权力和议席分配的 这一关了 那他说呢 国民和谐应该要 触及人民的生活 还有命运的课题 那提供新的一些选项 不能够呢 只是把目光放在 打败西蒙啊 他提出的这个看法 看起来是 比较长远的一条路 他就提醒领导成说 不要在结盟之后呢 就得意忘形 白费了穆斯林的一些期望 还有赌注于 人民的这个命运 他说 国民和谐呢 不专属于任何的领袖 或者是重大 但是呢 他是草根人民 想要穆斯林团结的一个心声 他也说 他认为啦 他是人民呢 想要穆斯林 这个伊斯兰 迈向领导的一个反应 同时呢 也是人民想要 马来西亚与各族宗教 人民重新团结的一个信号 看来阿斯拉夫 赋予国民和谐 很多想法 以及让这个理念 慢慢的这个成心 不过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说国民和谐 其实只是 巫统跟一党 两个党之间的这个共识 他完全不是国政的共识 这点必须要很清楚的 让大家知道 虽然担忧 必爱补选 国政狂胜 让这一个国民和谐 有了新生命 但是对马华 还有国大党 这两个党呢 对这个和谐的共识 其实还是有所顾忌的 因为伊斯兰党 在这个宗教 以及在这个民族课题上呢 都显得非常的保守 这个立场太过鲜明了 而这个国民和谐 实际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阅述力 他只是巫统跟一党 两党之间 互相了解对方的这个需求 以及有这个合作的必要 以便巩固在野党 在这个阵线的力量 以及面对西蒙的时候 能够以团体的力量来反击 那此外呢 巫统的熟理主席呢 莫哈莫哈山就有表示说 巫统呢 其实目前并没有任何的决定说 究竟呢 是否要制度化 国民和谐的现状 他就指出说呢 由他跟一党的熟理主席呢 端一布拉星主导的国民和谐技术委员会 其实目前呢 还在研究的一个阶段 所以呢 预计呢 是在明年的二月的时候呢 就会推出这个研究报告 那么如今的关键点是 国阵是否接受国民和谐的这个阵线 那么他必须要回到国阵最高理事会来决定 现在国阵还有两个他的好朋友 就是马华还有国大党 如果这两个党都不点头的话呢 其实这一个国民和谐 没有办法继续向前迈进 马华的立场是比较温和的 愿意打开大门 大家一起坐下来谈 那么在上个星期天结束的马华 代表大会上 总会长魏家祥就说 国民和谐只是一种精神 不是一个联盟 马华没有必要加入新的联盟 因为已经有了这个国阵联盟 已经是足够了 他的老二马汉孙 在演讲中 完全没有提到国民和谐 也没有正面回应这方面的东西 不过呢 现在的政治现实的操作 以及运作当中呢 所有的反对党 必须要团结一致 这个道理 伊党是最清楚的 因为他到现在 还是反对党 单打独斗 是没有办法赢得政权的 所以在有共同敌人 以及共同利益的前提之下 他们是可以合作的 只是合作的模式 形式 以及双方的这种深入度 到底有多远 是值得我们关注 没错 那也要谢谢你关注今天的 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年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